受持三规 居足中戒 那你就从三规五戒 杀密略义 这个通通都做到了 才能受比丘 比丘尼戒 这个是向上提升了 有等级的 你前面没有做到的 一下都提升到比丘尼戒 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是自欺欺人 这个总是要懂 末后一个问题 他说请问在上班时间 已将公司处理妥善 若任由多余的时间 出去办自己的事 是否也算偷盗 那么现代社会是很坏 如果出去还跟领导讲 领导也会觉得你好怪 认为 想认真做人 却时常引起别人异样眼光 请老法子开始 这个是要有智慧 随机应变 所以佛法没有定法 我们生活当中环境很复杂 要有智慧去辨别 要有应变的能力 所以佛门里面的表伐 你看这个四大天王的表伐 你从这个地方学到了 你就想得应该这么做 东方持过天王 是教你认真负责 负责尽职 这是东方天王教你的 南方天王教你的 是增长 增长就进步 日行又行 年年有进步 月月有进步 第三位广睦天王 西方就教你应变 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是蛇 龙蛇代表变化 就是社会 人心社会千变万化 这右手拿了一个蛇 这个蛇代表的是不变 变化里头有个不变的原则 掌握着不变的原则 就能够应付千变万化 这个不变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讲过的说 纯净 纯善的心 你就能够应付了 会应付得很好 会做得很圆满 不要放天王 手上拿的是三概 防止所有的污染 你懂得防止精神的污染 懂得防止物质的污染 你看看 四大天王就交给你了 你就知道应该 怎么样去做了 所以不学不行啊 一定要认真学啊 给你讲一遍 你不会起作用 哪有一遍听了之后就学会了 那是天才 那不是凡人 凡人怎么样 总是要千变万变 他才真听懂了 你提出这些问题 我在这里解答 你是不是真的 搞清楚搞明白了 完全看到你心 有没有沉浸 这印度说的 一分沉浸 你凌六到一分 十分沉浸 你就懂得十分 没有沉浸 听完之后 就忘得干干净净 进阶现前 还是你的老毛病 老习气去应付 你丝毫都用不上 这些必须你自己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体验得到啊 特别在这个时代 学佛是一个长城的功臣 他不是短期的 是个长城的 真是学到老 活到老 学到老 学不了啊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的问题 大复远吧 我 tak要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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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里 我 tak要放大 我梦里 我费得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个问题 中国自东汉以来 魏晋至南部朝期间 根据记载有三次的灭佛活动 请问这种现象的产生 是当时佛教界过于富裕 导致于民间平复悬殊 霍音出家人本身不仅的还是当朝同志者本身的问题所致 这一桩事情在佛教里面是众所周知的三五灭法 但是时间都很短 大概是两三年复法又重新被肯定 就复兴起来了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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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